我们今天一起先来看一下 这个新闻的焦点 也是茶余饭后 大家特别喜欢讨论的一个话题 在这两天 就是恒大集团主席许家印 和这个贾跃亭决裂震惊了市场 那早前入股乐市创办人贾跃亭旗下的 FF汽车的恒大健康 被贾跃亭操控的子公司 提出了一个仲裁 要求解除所有协议 剥夺相关协议下的权利 那消息传出以后 恒大健康一度急切超过了35% 恒大健康声明指 该仲裁严重伤害了其股东的权益 以聘请国际律师团队 将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 捍卫在相关协议下 持续享有的权利 以保障公司还有其股东的利益 所以这件事情闹得真的是 人尽皆知 打街小巷 其实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市场所谈论的焦点 也是我们这些吃瓜群臭 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资 我也没有想到两个大男人之间 会搞出这么多的事情来 堪比光斗了 真的是 那腾讯科技就引述 接近恒大的消失人士说 恒大当时将贾跃亭 从破产的边缘是救了回来 这件事情谁都知道 那可谁知道呢 这个贾跃亭是突然间又提出了仲裁 要求要解除所有的协议 所以就批评说这个贾跃亭是对恒大算是忘恩负义了 这也是印证了市场近些年来对于贾跃亭有一些部分的评价了 对 其实对于这个人吧 单说他就是市场对他的评价来看 跟公司不扯公司的话呢 其实是非常两极分化的 有一点 对 所以说有的人呢会将他视为叫做中国电动车业的新希望 那也有人认为他其实就是一骗子 那这当中啊 其实说他骗子的包括很多的这个散户 就是在乐视上面亏了钱的那些人 是的 而且他不就是特别喜欢讲PPT吗 所以说呢就是这些小型机构投资者啊 都对他是意见不小 而现在呢 已经是贾跃亭两年内第二次和作为地产 内地地产大亨的投资者闹不愉快 不欢而散开始扯皮了 是的 那早前另一位地产大亨啊 也是大家其实也是众所周知的耳熟能详的人物 就是融创中国的孙宏斌 而且据说他们俩还有一层老乡关系 没错 他俩是老乡 你说老乡见老乡哪还有老乡坑老乡呢 对 真的是 所以这个孙宏斌啊就承认说在乐视网的投资 是一个失败的投资决定 而且孙宏斌形容说这个投资乐视不只是断币 而且它更是断头 断头 这个形容啊也可以听得出这个孙宏斌是追悔莫及了 那么融创和乐视的这个纠葛呢 要追溯到去年一月了 在乐视深陷资金危机的时候 当时是融创是豪制了150亿人民币 其实拿了150亿出来真不是一个小数 真老乡 真老乡 那我也想遇到个这种老乡 我也是 那这个投资乐视呢 是把这个乐视拯救于了水火之中啊 孙宏斌更是一度成为乐视网的董事长 但是在去年九月融创中期业绩发布会上 孙宏斌是谈到乐视的时候 曾经是一度哽咽 那眼眶泛泪 一个大男人都要哭了 这多后悔啊 是的 可想而知他当时在里面经历了一些什么东西 他看到了一些什么东西 那么时隔一年 今年一月的时候 孙宏斌是终于承认投资乐视是失败的 并且在三月份的时候就辞任了这个职务 那么孙宏斌表示自己有时候要愿赌服输 同时也是透露了其实投资乐视网 它是亏损了165亿人民币 大额亏损 其实真金白银拿过来 然后亏损这么多 也是算真的是觉得够意思了这一个真老乡 那8亿美元还没有稍够 这两个月恒大就又被要求提前支付 第二期的7亿美元 那一向以这个嗅觉敏锐洞察先机著称的 许老板许家印这一次貌似真的是灾了的感觉 一切正是跟这个假会计有关 那说到假会计 为什么会管假会计叫假会计呢 因为他曾经是个会计 然后一个会计把这个企业能做这么大 所以大家给他一绰号叫假会计 许老板碰上了假会计 真的是感觉一场大戏即将上演的这种即时感 然而这场大战已经演 这样的大战是演过几次了 假会计可能也是攒足了经验 那比如说今年 比如说2017年4月份的时候 易道用车的创始人周航就怒指 乐视挪用了13亿 导致公司这个资金链陷入了危机 那在发展势头正盛的情况下 遭到釜底抽筋的这个直坠低谷 其实资本界的半壁江山 可谓都在假而亭手里折击过 别说这些资本圈的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明察秋毫的这些资本大佬了 就是娱乐圈跟是中枪人无数 那么我也知道在2014年到2015年期间 张艺谋 郭敬明 孙宏雷 黄小明 李小璐 孙丽 邓超等等一众的影视明星 是入股了乐视影业 那么按照原来的计划 乐视网赚了盆满钵满之后 其实大家就可以分到利益 一举两得也是借大关系 但是在2016年5月6号的时候 乐视是抛出了一份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那么乐视影业的估值也是高达了98亿 那明星们在畅想了未来的时候 无情的现实就带着监管部门就来敲门了 所以你看就是刚才我就说到 我们刚才看到现在这不是张艺谋大师吗 这是国师 还有这个孙丽颖是明星 他们都是股东 他们都是股东 还好还聚在一块了 所以说真的是感觉说 这个投资真的是需要谨慎的 现实事件总是没有想象中那样充满了彩虹 那随着监管层对A股公司 并购影视标的的这个态度的变化 以及市场趋冷 乐视影业注入上市平台的计划 最终它就是没有了下文了 2018年的9月22日 融创以5.31亿元 拍得乐视影业21.81%的这个股权 那按此计算 估值就仅剩24亿元了 那两年时间跌去了四分之三的比例 资本和监管 不会在童话世界里边陪着投资者做梦的 那更有意思的是 除了股权上的这个大幅缩水以外 还有一些名人 就这种娱乐明星 他连工资都还在被拖欠着 所以引发了不少的笑话 没错 这也是难怪 现在不少明星现在是闻乐色变 说到这个的时候 就是一把心酸泪 不过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 那么足球名嘴 黄建祥就曾经在公开场合调侃 去乐视体育讨薪的时候 发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尝了一把讨薪的这个体验 这个更加讽刺的是 2017年底 发审委多人被抓事 牵出了乐视网IPO造假移民 而彼时的贾跃亭呢 却早已升至海外 只留下了一句话说 下周回国 这样的一个笑话 也是被大家也是查语办公园 来说了很久 确实是能恍惚感想起来 当时大家都在调侃这句下周回国 没错 所以这个下周 也不知道下周到什么时候了 如此长的一个下周 其实回头来看 从疑似造假上市 到抽身乐视网 再到这个造车 就是这个叫做法拉第未来 好像经常也出事故 不是故障了在展示的时候 就是昨天有看到说着火了 所以说这个法拉第未来 也是谜一样的存在 会计出身的这个贾跃亭 可谓是精明无比 步步玄机 后手暗藏 都赶得上这个叫做八卦杖的 这么一种感觉 那自己他总是能够经缠脱鞘 精准套链 并且在这个套链之后 经常脱鞘以后又开始下一轮的PPT宣讲 10月8号法拉第未来 回应这个恒大的健康公告 因为这个公告称说 贾跃亭欲单方面解约 公司就是恒大呢 是感觉到这个要提起公诉 那么这个法拉第未来就说 公司正在准备声明 将在随后公开回应 那一位接近恒大的人士 他认为说恒大在过往都是有按时履行合约的 此次争议呢 其实也跟这个控制权争夺是没有关系 可能重点还是在于 贾跃亭他因为没钱了 他想要新的钱 所以他要引入新的投资者来让恒大出局 那现在这个扑朔迷离啊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事情的原委是什么 但确实呢 给吃瓜群众提供了很多的谈资 没错 总归一句话吧 这个入市有风险啊 投资需谨慎 那么乐视与众多的资本方 娱乐明星的一个烧钱游戏啊 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也尚未可知 但是呢 对于这些小股民来说啊 失去的那些资产 我有很多朋友其实也是被生套其中啊 房子可能都拿去抵押了 也还是还有一些债都没有被追回来嘛 因为这个东西你追讨也是无门嘛 那感觉所以就是说 这个钱可能是遥遥无期也追不回来了 所以投资啊 第一要素还是这个把控风险 在任何的时候呢 这都会是一个黄金的法则 就要把这个当做这个经验预律放在头顶上 一定要就每次投钱之前啊 一定要先看到说 这个投资入市有风险 这个一定是要投资需谨慎 没错 那今天时间关系财经世界 先陪大家走到这里 精彩的节目还在继续 我们再会 再会